我們希望大家以共同來要如何繁衍歷史真相 來恢復這些帥的民意 乃至於追求國家大和解 社會和解 這樣一個心情來看待 這是本條例在這個提案裡面最重要的主精神 也就是說要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的秩序 就剛才本區所發言所揭示一樣的意志 尤其我們今天要來談就是說 這個轉型正義條例這個是促轉條例 這促轉條例本身是一個只是設計一個框架立法而已 所謂框架立法就是說 將來這個促進轉型委員會他們要處理什麼事情 他將來整個行政調查應該怎麼處理 他的立法目的 他的任務是什麼 然後這組織架構是怎樣 那將來 將來怎麼處理 這是一個很框架性的立法 因為有時候有框架性立法 這框架立法接下去還有不同法案要陸續推出的 所以本題在這裡先談的就是說 我們所設計這個藍圖 第一個 當然我們不會作為立法工作者 當然是不會做所謂的違法以及違憲的事情 所以包括我們今天秘書長在這裡 說我們這個提法有違法違憲 何來違法違憲呢 因為我們寫得很清楚 本身我們知道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 他有所規定 行政組織法當然也有所規定 那我們第二條就很清楚的排除了 中央政府組織基準法第五條第三項 以及第32條第二項 以及36條 當然對於行政組織法第九條我們也排除 因為多數法律我們是特別法來排除普通法 這是立法原則項本來就是可以的 這也沒有違憲 假如說要修憲的話當然這門檻很高 消法則只要朝野通過的話就是一個法律 當然就是特別法又有普通法 新法當然要涵蓋很久 這是我們第二條裡面先把法律問題先以處理 何說的話大家要在那邊吵 所以在這個地方先把我們法律基礎上要件先以穩固以後 我們來談他要做的四個面向的任務 他四個面向的任務實際上大家都很清楚 包括國際在處理轉型爭議 他一定有真相的調查 當然有恢復潛力的問題 當然也有補償問題 當然追究責任的問題 當然也有資助變革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很清楚的 揭示這個處長會的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要處理四個面向的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開放政治檔案 請問政治檔案 難道不必重新解密嗎 政治檔案過去是如何 如何破壞在威前抵自己的時候 如何破壞台灣的老百姓 這個歷史真相難道不應該繁衍嗎 所以政治檔案的開放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是威前 威前象徵的遺囑 的處理 當然包括了 這個不義遺址 不義遺址也可以保存啊 這大家可以討論 當然會出到一些敏感性問題 如何保存也可以啊 如果設立一個延期也可以啊 當然如何移除 如何保存 這個部分我想 在歷史時刻 大家共同來面對 第三個當然是最重要 要貧富舒服不好 所有當多少人被槍斃 所有人做演繹 今天我的辦公室在 青島東路三號三頭 那就是威前時期 金華處的看守所 來 這個包包來 發現這整個block 裡面死了多少演繹 今天本區剛好 我的辦公室就在這個地方 青島東路三號 這是一個 我有錢 我有錢